关注阿波波迷路带你一起上高速 哈喽大家好我是谁练 也算是预料之中吧 本集争议确实比较大 反正评论区已经炸了锅 都在讨论随对随错 甚至于说气翻的也不在少数 我就发表一下个人意见吧 说实话四模式真不是有什么过错 而完全就是幸运只不够 强行做出了一个最糟糕的选择 在和古王对话想要说服的时候 金毛居然选择了以伙伴的名义 去驱骗古王已取得一线生机 要知道古王身为穿越者 一开始他之前可是空巢劳骨 常年被受伙伴迷去之痛 穿越之后唯一的目标 也就是扩大名声 好寻找伙伴是否来到一世界 本质上绝对不是想征服世界 这就比较尴尬了 可以说金毛给了古王伙伴 存在的一时希望 古王一开始就知道这是个谎言 也根本就不相信 可是内心却由衷地抱有一时希望 可求得到伙伴确实存在的证实 其实也就是自己骗自己啦 而这种希望也是在金毛说出 安芝这一名号的瞬间突然破碎 这绝对不是因为 施谋是勒的古王伯兰大怒 而是古王自始至终对伙伴 离去一直压抑内心的孤寂感 在被基于希望 而后瞬间破灭之后得到爆发 才会产生全局中如此生气的场景 可谓是自己撞到枪口上了 你拿什么理由不好啊 非要跟古王一伙伴 这可是最大的禁忌啊 老老实实说自己只是按命令办事 或者说大条件 还有两个妹妹的可怜身事 以启得饶恕 甚至于说明知道打不过 又非常想活下去 你们既然没有骑士精神事实不去 也没有什么祖国大义 为了拯救国家拯救世界 既然都没有 只是想活命 对方能交谈 而你们又肯定打不过 这种时候丢弃尊严苦苦求劳 不才是最佳选择吗 你们根本就没有打的必要啊 打了就会死还不如不打呢 看看第一届的领队 是不是就明知多了 知道打不过的瞬间 马上就认怂 而且还瞬间出卖所有队友 至少他最终确实活了下来啊 而你们以同样的方式祈求一下 说不定完好回归 也不是不可能啊 只能说运气太差 千千万万个理由借口 你非要选择一个 史上最糟糕 最能触动对方生气的借口 这就很倒霉了吧 自然是全军覆没 惨招徒手 不过这个作为我会看很多遍的动画 精进融入 射身处境的想象自然是难免的 有些场景和对话 的确比较尴尬 比如大小小的最终处理方式 这种结果我想我是很难理解为这是正确的 其实这些都还好啦都还可以接受 但剧主你为什么要补刀呢 前面我都没什么感觉的 可你非要把两妹妹的场景放出来是什么鬼啊 这就很难受了好吧 感谢观看 本集大概可以说是意料之中吧 毕竟后面还有更多猛料 也不是讨论谁对谁错 毕竟立场不同 不过古王有变化是很明显的 当初玩夜精灵主妹的骷髅椅子 古王都不想去做 而现在已经对残忍的处理方式 稀疑为常 看样子古王要是知道 小弟还有个牧场 应该也不会有过多的惊讶吧 好 本集剧情就到此结束 不要忘了